四十五成報 前警司行為失當上訴中院撥回 2015年7月10日 港民A07本部法庭組報導 前灣仔分區指揮官王冠浩警司涉於2011年在審批一間食肆的酒牌前 多次與同葡萄該食肆光顧 期間共獲東主給予如四千元的折扣及如千元的威士忌 王氏後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 判囚一年 他早前推翻定罪失敗 但獲高院減刑至六個月 他作在道中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 中院認為本案與公眾利益沒有重大關係 令信不足半小時就即時駁回其上訴 以復營員不得王 在庭外透露現證停職 對今次結果感到失望 至於會否擔心失去嘗諷時 他沒有回應 辯方之心大律師樂英禁陳辭時指出 代表被告的原審大律師陸偉雄失職 將本身不應呈堂的全民證供 即一將寫有囚者黃絲犯局的單據呈堂 而原審裁判官借審智慧在定罪時 亦從不考慮了有關全民證供 因本案對其他刑事案有切實影響 有重大公眾利益 要求中院受理上訴 與公眾利益無重大關係 中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反駁 有關單據指反映食判食屍提供利益的意圖 與證明黃有意圖收受利益無關 該單據也不是控方案情 控方的結犯陳詞 以及原審裁判官的書面裁決 均無提及有關單據 法庭看不出本案與公眾利益有重大關係 決定駁回其上訴 曾兩核設任警務處處長副官的黃冠浩 被控在2011年6月至8月 當時擔任灣仔分區指揮官期間 三度光顧他有份審批酒牌的銅鑼灣食屍神田食棧 接受食屍提供的4000多元飲食至扣及送贈揚酒等 在知道食屍無牌賣酒時並無阻止 食屍提出酒牌申請時 他亦無提出反對 黃冠浩53歲 在上訴前已復刑124天 連同假期 相等於半年刑期 已於本年3月7日即時獲釋